好的 现在师父回答你的问题 佛门中的任何文字语言都是直指见性之法 没有一段文字 没有一句语言 是还在随着世间众生所习惯的那种意识形态 在那里启成妄想 执着的 所以连诸佛菩萨视线二字都是如此 所以视线者就不是一般反复 以为的还是过去众生夜感之中的沉沦流转 而是告诉你决心当前 它本来直下的根本本来灭目 就像是静体 静体从来不是静色 但它绝对能够视线于静色的种种呈现 你站在静体的视线 它在视线种种静色时 那也是在静色之中告诉你如何走出过去妄想的贪嗔痴时 纵然静色现前处都是好似的贪嗔痴的夜里 但是就在如是的贪嗔痴的夜里上面 你若是知道它就是静体的根本的视线 就在贪嗔痴的现前也就是走出贪嗔痴的妄想执着处 所以明白如是信实 静体就如诸佛 种种尽信就如菩萨 所以诸佛菩萨的视线贪嗔痴处 那视线处就是教授一切众生走出贪嗔痴时 所以用众生习惯性的那些 像罗知故事的这种想法 罗知情节的这种思维 那诸佛菩萨也可以实现在人间 献种种贪嗔痴 但是他正在献贪嗔痴时 他不但不惰贪嗔痴 但是他却能够献出种种过患 使一切终生渐如是贪嗔痴处 懂得能够随诸佛菩萨走出贪嗔痴 或者起身警觉 或者起身回光 或者是直瞎狡诈 直瞎见信 担当如是根本的道理 所以诸佛菩萨的事先处 就是勤修戒定会灭贪嗔痴处 你若是还在这个贪嗔痴处 不懂得念念之间 照见自己觉体的根本本来的清净戒定会时 你就是背诀 就是流转 你明白大觉体中 所现的一切 纵然现前的都好似过去 你忘记得贪嗔痴的种种 幻想幻作 但是幻想幻作处 你明白它是诸佛菩萨失现 当前一切是必尽 跳脱贪嗔痴人 也是必尽 修戒定会人 所以千万不要听那些人 什么诸佛菩萨事先贪嗔痴 所以敢可以敢怎么样 使别人误以为事先贪嗔痴 就早上可以自己找种种借口 是框向流转 那种是那些人都是地狱 或是无间的种子 就如师父最初所说的 佛门之中的语言 行者要习惯在佛门中修行上面的 所有的一切接受的语言 跟所有的一切自己应该有的思维的角度 他都要明白 不要直指见信 都要明白 他再也不随过去众生 习惯的意识形态的 种种委屈 扭转 以及妄想 莫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